賴清德先生 你說幾次的和平保台 提出和平四大自尊 但是我看你當年 做國大代表的時候 拿了一個台子 叫做台獨萬歲的台子 但是你到台南市市長的時候 有三次主張台灣獨立 甚至你五年前做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你也是說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工作者 不管你擔任哪一個職務 都不會改變 所謂的台獨就是正名自憲 建立台灣共和國 現在你要選總統 你兩個要說 負責台獨工作者的定義 有不一樣 大家都聽得不懂 到底你是要怎樣 是不是要來騙雙票 還是要來暗截你的台獨 一邊說要維持現狀 一邊說兩岸現狀 都已經是過去了 一邊說要交流 就跟你反正交流 在我侯友宜領導底下 中華民國絕不會在子權上讓步 不會尊重現狀的基礎 跟兩岸創造一個負信和平的交流 我遵守中華民國憲法 堅持台灣民主自由制度 我反對一國兩制 也反對台獨 我提出的是一個3D戰鏈 遵守對話 降低衝突風險 我們台灣的自我防衛能力也能提升 備戰不引戰 同時兩岸不斷的溝通交流 增進彼此的善意 沒有國家安全 我們將會失去所有的一切 所以 中華民國憲法 是兩岸政治上的復國神善 奈清德先生 你一次一次說 台灣一定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台灣不需要再散佈獨立 如果這樣 你願意以蒼生為亮 在此 公開放棄你的台獨指章嗎 你是民進黨現在的黨主席 你是我願意 在這個地方 承諾終結民進黨的台獨黨綱 讓我們錢與國人 能夠放心 為了 為了 無禁止 你 你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